康文哲 董事長 康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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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這筆比讚有夠給面子 這也代表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康文哲搶人成功嗎 因為他身旁這一位 東京媽祖廟董事長詹德勳 另一個身份是民進黨參選人 賴清德 關東信賴 知有會顧問 做一個廟宜 如果要來拜 我們台灣反應 如果要來搖洽 我們台灣接受 我們就好了 為什麼你一定要混得 其實康文哲早在2019年訪日 就來過東京媽祖廟 這一次選擇作為訪日第一站 也讓這個在東京十年的 台橋宗教信仰中心 暗藏綠白角力 因為該真的還是要真 這也是也是應該的 如果真的要選一個的話 會啦 這一定要的 什麼會的主 顧問我都會當 誰也不得罪 就算四月被聘為信賴之友顧問 柯文哲來訪 詹德勳親自接待 禮數作足 心中所屬的到底是誰 我這個是太敏感的事情 其實我們在國外 我們是任何一位 那個候選人來的時候 我們都支持 要問我是哪一位的話 那就我投票那一天才知道 東京媽祖廟就在台灣街上 柯文哲來訪 吸引不少台灣人 足足拍照 其中也包括 柯文哲這一次 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來到東京可以看到支持者 是一路緊跟 而且還開直播 而且這個支持者 其實從柯文哲一抵達成年機場的時候 就已經來接機了 OK 跟我們爹 娜娜說一下 拜拜 我們等一下跟媽媽準備要再見 好 柯文哲要爭取當地台橋之時 在日柯粉一路相隨挺到底 讓在異鄉的考慮者先吃下一顆定情丸 TVBS新聞劉宇俊梨萍 在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